十一来住家里面可以看到 其实像这样子的签水管是随处可见 医师就指出了 如果这里头的签被融出来的话 对人体的健康危害非常巨大 长长的签管从水塔一路连到住户家里头 但就是这签管如果酒没清洗 里头可能就会融出重金属签 都会沉淀到水里 那如果说有这些 住户有些疑虑的话 基本上你定情起水塔的话 其实都没有什么大碍 专家指出签管 如果老旧签就会渗入水中 光耗肉眼难以辨识 唯一的辨别方法就是喝起来有味道 签的含量要在非常高的浓度 喝起来才会有一点甜甜色色的感觉 这样在用水的时候 你如果把它放掉一点 那剩下来的水就会比较安全 早起先打开水用头放水毒科医师 就表示签水具有神经毒性 喝多了恐怕会导致身体四肢无力 和大脑认知障碍 长期下来 成人会导致贫血 小孩则是可能造成过动 除了老旧签管和品质差的水龙头 有可能融出签以外 民众如果想靠将水煮沸的方法 除签也行不通 目前也没有快筛试剂 能检验水中签含量 想自保 民众只能定期更换家中签管 选用较好材质的水龙头 才能避免危害 接下来我们进入登立 台北报道 我们进入登立